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晴又愣愣一刻 才转身迈步 脚下一个亮枪 却原来站的脚的都麻了 弯身用力地搓了好脚 才缓和了几分 抱着肩头瑟瑟地向自己的住处跑去 路上遇到寻夜的仆妇 少不得一番审视 等回到住处 屋门也被插上了 他不敢大声喊 只小心地敲着门 好一会儿 在几声咒骂里 才打开了 屋子里早已经黑了灯 走进去不知道撞了什么 又引得一片咒骂声 之后 一切陷入沉静 日情天好 大街上一辆马车要拐弯时又停了下来 大郎君 三郎君 婢女仙气车脸喊道 一面跳下车 是你 范江林和徐茂修并排过来 妹妹来家了 他们问道 一面看马车 马车里并没有女子在露面 没有 娘子让我送些吃事过来 范江林和徐茂修含敲点头 徐茂修含蓄说道 你回去告诉妹妹 那件事谈得差不多了 就看什么时候能顶约 也就是说 什么时候能有钱 别你点点头 是屡次别 人车各自而行 街道上韩元潮停下脚步 同伴回头问道 元潮 怎么了 我刚才看到 看到那个丫头了 韩元潮说着 目光看向身后 那辆马车管进一条窄巷子 不见了 同伴问道 哪个丫头 韩元潮笑了笑 反而先行 呵呵 哪个也不是 呵呵呵 同伴笑着摇头跟上 街道上却是一阵骚乱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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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着呼吓声 不知哪家的侍卫 举着棒子乱打开路 街上行人纷纷躲避 被打到的也只能自认倒霉 能动用侍卫开路的 神灿自然不低 告不到扰民之罪 那是谁啊 韩元潮和同伴也被挤在一旁 忍不住问道 呃 外地人吧 旁边有人说道 打量二人一眼 还是个秀才 这来京城了 有些人家的灰迹也要背起来嘛 韩元潮和同伴对视一眼 都被逗笑了 他们问道 呵呵呵呵 刚问老丈 这是哪家的鬼人 老丈待着几分 见多识广的自豪 好告诉你们 这是同内汉家的马车啊 那老丈说着 一面想到什么 又压低声音笑 呵呵呵 这个同内汉 该不会又吃多了 钟如发了疯吧 内汉便是内治汉林群士 天子进尘 起草诏书 韩元潮自然知道 这钟如他也知道 因为家中长辈也有服用 不过 这也不是谁都能吃得起的 金石丹药 自来都是富贵人享用的 嗯 钟如三千两啊 老丈摇头晃脑的走开了 这在京城也不算什么稀罕事 呵呵呵 韩元潮和同伴对视一眼 也笑了笑 继续前行而去 街道上恢复了人来人往 急迟的马车在一幢宅院前停下 门前早有四五个男人焦急等待 不但马车停稳就急冲过来 李大人 李大人 他们乱哄哄的喊道 车帘被掀开 先跳下来一个小童 然后才是李大人 颤在位的下车 快些 快些 不急 不急 迎接的人催促着 可李大人却说不急 人老动作慢 急得众人恨不得嫁起他跑 但这老人是太医局汉林医官 还是太后赐了紫袍的医官 等闲不敢怠慢呢 院子里哭声震天 哭什么哭 没得丧气 屋子里有男人冲出来喊道 院子里的仆妇丫头蒙眼珠嘴 李太医迈进屋子里 屋子里的女人也顾不得回避了 李大人 快看看 老爷他怎么了 同内汉的夫人流泪说道 亲自引着进内 李太医迈进屋子 室内一个面白体胖年近五十的男人 仰面躺在屋榻上 浑身颤抖 双目紧闭 发出一声一声的沙哑的喊 李太医没进前 直接看四周 果然看到一旁矮街上放了一个井河 里面一个瓷瓶倒着 又服用中乳了 是啊 南边新郡的 是上好的 吃了 刚好了没几天 就这样了 同夫人说着 一面是泪 李太医哄了上 哼 我不是说过 这东西 同大人最好别吃了吗 大人 老爷的腿急 吃了这个菜管用的 要是不吃的话 就没法走了 同夫人含泪说道 李太医摇头 看着床上还在一声高过一声嘶哑怪叫的同内汗 小童打开药箱递过来 李太医从中捡起一根金针 跪坐在卧榻前 一手按住同内汗的头 一手落针刺入发中 屋内嘶吼声对消 所有人都松口气 神医 神医 外边 滴滴地赞叹声 我这算什么神医啊 李太医嘀咕着 站起身来 看着卧榻上浑身颤抖的同内汗 同夫人盲视赖说道 大人谦虚 大人谦虚 一旁的儿子们也盲视李道谢 李太医说道 别谢了 准备后事吧 一句话让屋子里的人倒吸一口凉气 神情惊骇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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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子里顿时乱起来 我也是没办法啦 不过是用针让他走得体面些 要不然狂喊而死实在是 李太医摇头说道 对于这种面对生死的反应 他见的太多了 也没什么感觉了 一面招呼小童 要么你们再去请别人的大夫看看 太医局的大夫都说没救了 还能到哪里去请大夫去 童家众人顿时面如死灰 既然父亲果然无救 丧仪重大 不能有差池 童家儿子们立刻盲醒长辈 或者给外地的兄弟发信 悲伤气氛到被忙碌中断了几分 外边的夫人们听得消息 顿时再次大哭起来 天哪 姐姐 咱们可怎么办呢 几个二十多岁的美妾相拥乱颤 童内汉在 这些美人衣食无忧 如果童内汉不在了 他们在家里可什么都不是了 童夫人必然要把他们或者发卖 或者赠人的 赠人还好 但其中几个生养了孩儿的 就舍不得分离 对时都哭得不能自制 老爷要死了 老爷要死了 治不了了 哭得一个美妾猛地抬起头 颤声说道 你们 你们听说了没有 一个势必哭道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什么悬烟碎雨啊 你先别管别人了 咱们自己 你菩萨过江 自心难跑了 不是 不是 有个人 有个人说 非必死之人不治的 那 老爷现在是必死之人了 那就能治了 大家都在哭 他们在后边嘀嘀咕咕说话 很快 视线都看过来 说什么呢 什么 彼死之人不治啊 美妾看向屋中 咬住下船 夫人 夫人 她气声喊道 哭着扑进去 才请个人来 给老爷看看吧 屋中正商议丧事的敌心掌门吓了一跳 看是一个侍妾更是恼火 啊 夫人 夫人 那个 那个允贤的成娘子啊 美妾想在自己被拖出去之前 茫茫的说道 治好了 治好了陈湘公家陈老太爷的成娘子 江州来的 李陶祖李神仙真人的徒弟啊 他能治的 他说了 只治必死之人的 这些传言 统家的人也稍微有所耳闻 但并没有当回事 天什么乱啊 老爷啊 老爷 哈 哈 哈 佟夫人 哭道 跪坐在卧榻前 扶着出气多进气少的丈夫 嚎啕大哭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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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真的是啊 外面都全变了 夫人 去试试吧 世妾也大哭道 在地上喷喷口头 夫人 给老爷再试试吧 你也不想老爷就这样死的呀 有人能治 为什么不去试试啊 反正老爷死了 他也没个好下场 就算这话惹怒了夫人 也没什么大不了 如果老爷真的被治好了 不仅富贵保重 且自己也算是有了大功了 这话 果然让佟夫人大怒 几个儿子更是沉面 他们喝倒 贱闭 来人 打出去 但是 五个儿子更是一件事 导致有不得了 你也不得了 可能就不得了 那个永远 只能把你打开 你打开 你把你打开 我跟着你 你帮助了 我说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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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